大火之后是酿灾的大水 这次暴雨灌进了杜拜 1971年就独立建国的阿博联合大公国周二 承受了75年来 有记录最大降雨 最大城杜拜 半天降下了相当一整年的雨量 这个位在沙漠地带的国家 全境都传出灾情 全世界最繁忙机场之一的杜拜国际机场 关闭了半小时 阿联酋航空在周三 停止了所有从杜拜起飞航班的登机手续 还好学校有预警式的通报 因此当天是停课的 邻国阿曼也是连下三天大雨 到现在继续下 目前阿曼已经有19个人惨遭夺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杜拜 暴雨从天降 短短12小时下下99毫米的雨 根据联合国统计 这相当杜拜一整年的雨量 周二强烈雷暴袭击阿联 是当地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雨 让这个沙漠城市市区打烟水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部分高速公路和机场都泡在水里 看看这家杜拜航空波音 七三旗客机在水中奋力滑行 杜拜国际机场是全球第二繁忙机场 一年八千七百万旅客进出 十六号应大雨一度关闭半小时 数十个班次误点或取消 晚间起就让抵达航班 暂时改降其他机场 杜拜航空暂停所有从杜拜起飞航班 周三阿联酋航空也暂停所有起飞航班 登机手续直到午夜 沙漠气候的杜拜 四月平均雨量只有个位数 但从周一傍晚开始雨就下不停 但许多道路缺乏排水系统 到周二早上暴风雨更强 且持续一整天 二十四小时累计超过一百四十二毫米 警方和救难人员只能缓缓开过满是水的街道 闪电时不时划破天空 甚至触及世界最高楼哈里发塔 杜拜无人驾驶地铁也出现中断和车站淹水 不过当局并未对外公布具体灾情 所幸大部分学校在风暴来临前就停课 公务员也大多远距工作 阿联这波雨势同样降在周边国家巴林 卡达和沙鲁底阿拉伯 路上车辆只能涉水而行 邻国阿曼在连续三天大雨后 至少十九人死亡 包括十名受困车内被大水冲走的学童 阿曼警方公布从滚滚洪水中空中救援受困民众画面 24小时内空运13趟救出超过75人 暴雨山洪也在亚洲造成灾情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同天分别传出各至少50人丧生 巴基斯坦灾情主要集中西北部省份 土石流导致房屋和树木被连根拔起 阿富汗季节性降雨同样造成严重洪水 根据塔利班政府 八十多人死伤外 还有超过六百栋房屋毁坏 两百只家畜死亡 全境三十四个省份当中 二十个出现爆红 中亚北部的哈萨克和北边的俄罗斯 则因大雨中大雪快速融化 导致欧洲几条最大河流的支流水位暴涨 哈萨克撤离近十一万七千人 有居民说大水淹到屋顶 甚至整洞被冲走 哈萨克总统周二前往灾区视察 并下令政府削减其他开支 以腾出资金用于救灾 俄罗斯乌拉和流域和西伯利亚西南地区 也面临有记忆以来最惨洪灾 乌拉河畔城市奥伦堡在历史性溶雪溃堤后 雪位一度上涨到十一点八三公尺 附近地区一共疏散将近二十万人 TV新闻综合报道